前幾天很奇妙 我們去銀礦灣旅行 不小心身份證掉了出來 因為沒有馬上收到錢包 沒有馬上收到錢包 一拿東西的時候就掉了 我就不見了身份證 我們就報警了 怎樣做呢? 計算怎麼辦呢? 報警之後 我們都說不如走一轉 其實當時七上八下 Shirley就說 是神給我這個意念去走一轉 她也說走得好 不如一會她說不如我們趕快回香港 或者馬上拿到保領的身份證 不過我們結果都走 走的時候我都說 因為過了一晚 看路旁 因為有沒有人放在那裡 其實很神奇 走是她先看到的 她看到有一張桌子 有一張紙在石下面 然後有個身份證的一角 突出來了 她說有個身份證 她就馬上跳下去 一看路 露出來的一角就是我的相片 因為那個人故意把身份證蓋住 又只剩下一個相片 然後她就看到就是我的身份證 那個人很小心 底下那張紙 上那張紙 上那張紙就露出來 有石頭 我們真的很感謝神 之前也曾經分享過 就是說在鴨寮街 跌了錢包 也是不小心 居然有人會報警 是全面的錢 完全保育過的 是可以取得回 就是我覺得 就是一個愛神的人 神是可以 凡事祝福 所以我們就是神 我們就聽你的說話 愛你 凡事祝福 也分享了另一件事 就是昨天給我一個機會 和一個人 是完全用了我給你的傳呼音 那個PDF 一直用手機和傳呼音 他並且會一直發問 雖然他最後沒有跟我 做信主的祈禱 也沒有留下電話 不過我相信 在他心中 已經留下了印象 因為他問我不同的問題 他是有交流的 這一次傳呼音 是比較特別的 我也感謝神 將榮耀歸給主 多謝耶穌 在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